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重法大学的刘建青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共同来探讨犯罪人的内心事件 大家可能都看过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吧 都还记得那些动物王国的霸主 自然界当中有很多劣势性动物 展翅翱翔的老鹰是天空中的枭雄 它的视觉敏锐 可以看清楚一公里外的田鼠 而且还有分立的爪子 狮子是陆地之王 我想我们陆地上的人类 没有一个有什么意义的 鲨鱼是海洋当中的霸主 它有一百多颗干巨一样的牙齿 光看一眼都能感觉到后背发凉 它们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 都是技能高超的食落动物 它们的攻击性很强 很凶狠 动作麻力 杀伤力极强 而且它们的目标很准确 冷静地算计 冷静地启动 一击致命 是天生的顶级掠尸者 人类也发明了许多战争武器 有一种就叫普什者武装攻击无人机 你看它的命名就具有明确的象征性 冷静地准备 冷静地掠杀 还有点很相同 它们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 人类当中有没有掠夺者呢 答案是肯定的 有 它不一定是天生的 但是和动物界的掠食者一样 有惊人的攻击性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 掠读性犯 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件 有一个十足的坏人 他叫杨兴海 他干了什么坏事啊 他在2000到2003的近三年时间里 他流创在山东 安徽 河南 河北四省 抢劫 强奸 杀人 无恶不咒 一共作案26起 杀死了67个人 还伤了10个人 强奸23个人 一共死伤77人 这样算下来 平均每个月作案一到两起 每起案件当中 杀死两到三个人 强奸一个人 可见他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人 简直是一个恶魔横行在人间 在法庭宣判的现场 当地的老百姓愤怒的打出横幅标语 要扒你的皮 抽你的筋 这是很罕见的场面 可见老百姓对他的愤怒有多么的强烈 杨兴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天生就这样吗 不是的 他1970年出生 是个70后 早年心理发展是正常的 成小孩很聪明伶俐 喜欢画画 但是很内向 他是他们家里当中 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孩子 因为家里很穷 他就早点想啊 靠自己的双手 过上好日子 不上学了 16岁时离家出走 到了河北山西啊 在矿山上建筑队去打工 但直是混得了一口饭吃 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钱 他就很气愤的逃走了 来到了一个小饭馆里面打工 干了一个月 老板说啊 展示给不了你钱 你先等着吧 他感觉自己又要上诞了 他想你们这些老板 怎么都这样啊 愤怒的他偷老 饭店的一个大旅盆子 卖了13块钱 这东西虽然不知几个钱 但对他的影响却很大 因为他的心理 开始发生恶性的改变 成此他开始不断的偷窃 被抓住之后 就被劳等教养 再偷 再被抓住 再被劳等教养 一个人有两次 一次18岁的时候 在西安劳等教养两年 另外一次是他21岁的时候 在石家庄劳等教养一年 杨兴海在自己的家乡 原来有一个女朋友 在他被第二次劳等教养的时候 女朋友对他说 你好好改造吧 出来的时候我还和你好 当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正好赶上这个女朋友 和别人结婚的日子 成此他开始仇视女性 要报复女性 1996年的时候 在一次强奸当中 他的舌头被对方咬伤了 被判处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他开始更加仇恨女性 2000年他提前释放出来了 成此他的犯罪心理 已经不可逆转 因为他早在监狱当中 就已经有自己的计划 墙内的省市墙外部 要暴力的亲财亲舍 报复女性报复社会 他就开始了疯狂的作案 在2003年8月最后疯狂的时间里 杨兴海三天做了两起案 都是抢劫杀人案 其中有一家五口全部被杀 无论大小老幼 连婴儿都杀掉了 他用成另外一个村民家 偷来的虎子抗杀人 并把手套扔在院子里面 这样警察就找到了更多的 直接线索和行征 将他在河北昌州抓后 在2004年他的生病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心理历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杨兴海早年心态是正常的 他虽然家里很穷 但在遭受社会挫折之后 心态开始恶性变化 尤其是在受到两次劳动教养之后 开启了犯罪的生涯 犯罪曾开始 谋生的手段开始 渐渐演变为掠夺的手段 最后变成了习惯性的杀戮 杨兴海在踏入社会之后 两三年中就开始被劳动教养 在他的十八到三十岁期间 一直处在违法犯罪和受处罚的循环当中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 他渐渐的形成了和犯罪行为相适应的观念和情感 这就是叫做犯罪人格 他的想法 他的情感和犯罪是相适应的 犯罪动机非常简单 就是劫财劫色 然后报复女性 报复社会 性质很恶劣 然后来问他 你为什么要 你抢劫了 劫财了 要把这些人杀死掉 他说他们看见我了 为了不留后话 无论大小全部杀掉 他在被枪决前 还愤愤不平的说 为什么别人有的我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良心泯灭 就没有了基本的道德感 一般来说 这类人在青春期的时候 有生存性违法 早期都是以偷窃开始的 后来才慢慢变成了 抢夺抢劫这种暴力犯罪 在成年之后 犯罪就会快速的升级 一般来说 是在25岁之后 会开始盗窃 抢劫 强奸 杀人 这些坏事 一起干 而在30岁之后 就会开始变得 非常疯狂的暴力犯罪 他们自己一般 不能主动的 停止犯罪行为 直到人生的彻底毁灭 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 就是暴力犯罪心理 暴力犯罪是传统的犯罪 自然犯罪的典型代表 就是行为人使用暴力 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来实现犯罪目的的行为 比如我们平常说的 杀人放火 强奸抢劫 这些都是 所谓暴力 就是一种激烈而强制性的力量 行为 具有武力强制性 而且带有一种力气 就我们平常所说的目光很凶狠 行为很豪狠 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很大 是全世界的公共安全问题 全球每年应对暴力犯罪的支出 占全球GDP的3% 就很多钱都花在上面去了 当今世界犯罪率居高不下 西方称之为第五次犯罪浪潮 这是个形象的比喻 全世界在2000年的时候 因暴力而死亡的人数有52万 现在大约多少了 60万左右 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600多人 因暴力行为而死亡 以高犯罪率的美国为例 在80年代的时候 美国仅有40万罪犯 但是到了2011年 美国更有超过700万罪犯 关在监狱里大概200多万 在监狱外执行的将近500万 大家知道美国在那个时候 只有3亿人口 有700万罪犯 我们国家现阶段有多少罪犯 160万左右 但是我们国家将近有14亿人口 所以犯罪率我们国家还是很低的 比如说有人开玩笑说 在美国如果你晚上10点钟 能单独去外出的话 说明你很有党量 但是在我们国家 你半夜一个人出去 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很稀疏平常的事情 对于暴力犯罪行为 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叫掠夺性暴力 另外一类叫反应性暴力 掠夺性暴力的意思 就是犯罪人是主动发起的 他把犯罪是作为一种手段 达到他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犯罪人往往是具有预谋性的 是精心策划的 而且犯罪人自己并不觉得 有多大的邪恶性 或者说不可接受的 认为这是一种生成方式而已 而反应性暴力 也称为叫情绪性暴力 大多数是犯罪人 遭受了某种欺凌 挫败之后做出了一种反应 他就有明显的情绪宣泄的特点 就我们通常做的复仇 对于暴力行为的发生机制 可以用神经系统的 两种控制系统来解释 一种叫激活系统 通俗来说就是动力系统 他为什么会去犯罪 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事情 他强调的是奖赏驱动 追求奖励 我要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时候对惩罚不太敏感 第二种叫抑制系统 就是说通过某种机制 让你不要去做某种事情 他对惩罚比较敏感 就是害怕惩罚 但是如果这个人的意志机制 有问题的话 他就不能及时的去遏制住做坏事 比如说掠夺性暴力 犯罪人追求的是一种 奖赏自己目标的实现 所以为了自己欲望的及时满足 研究人员发现边缘系统 是漫长的生命当中 演化来的一种本能系统 其中的有个部位叫文状体 很活跃 在表明这些人的贪婪性很高 就比一般人的贪婪性更高 第二个呢 他们不太惧怕惩罚 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啊 就和我们以前学习到的 性能和根能低下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没有恐惧感 或者痛苦感 不仅自己没有恐惧感 他对他人也没有痛苦的同感 所以我们古人说 人要有良心事端 人亦理智啊 他们可能连一端都没有 尤其是没有赤隐之心 没有基本的同情心 因为良心是通过惩罚的机制建立的 这种人不怕惩罚 良心成小的时候就难以建立起来 其中最为突出的 就是我们后来将要学习到的精神变态 是这种的最激丹的代表 简单的说 这是冷静的贪婪的犯罪 主要是因为有强烈的贪婪的欲望 但是控制系统有问题导致的 这就像一辆小汽车 动力很强劲 但是方向感和自动系统出了问题 这个是不是很危险啊 他可以跑得飞快 但是掌握不好方向 遇到紧急情况 他也不能自动 很危险 与这个相对应的 是另外一类暴力犯罪 暴力行为 反应性暴力 或者称之为情绪性暴力 这些人正如愤怒的小鸟 他们是满怀愤恨的复仇者 反应性暴力的突出代表 就是仇恨犯罪 就是他实施犯罪 就是为了报仇 1999年 美国的科罗拉多州 有个中学 叫科伦拜因中学 有一位17岁的少年 叫埃里克哈里斯 因为持续受到同伴的欺凌 无法消解 而且他感觉到 这个威胁日益升级 最后他自己决定 拿起武器来报复 这个时候 他还发现 找到了另外一位 同样受到欺凌的同学 把他接成为同门军 他们准备了一些武器 比如说 有威型冲锋枪 一书包的弹药 还有一支截短的限弹枪 为什么要截短呢 因为他从网上得知 说这样有更大的杀伤力 可见他的内心的仇恨感 有多么的强烈 他们计划在学校中午就餐时 发动报复 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在自住餐厅里面安放炸弹 等定时炸弹炸响之后 他们就在餐厅外来伏计这些逃出的同学 但是因为炸弹没有爆炸 他们就直接撑进餐厅 锁上大门 大开杀戒 这两个少年啊 面对餐厅的摄像机毫无掩饰之意 只有愤怒的眼神和嚣张的动作 为什么了 因为这是自杀式的杀人 他们连命都不要了 还怕什么摄像机吗 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这个哈里斯啊 看到一个男生躲在餐桌下面 他愤怒的直接就过去了 用现弹枪指着他的头 那个男生惊恐用绝望的双眼看着他 这时哈里斯突然惊住了 这个人觉得有点熟悉 他的脑海当真突然闪现一个画面 就在一个月前 三四个高年级的男生正在殴打他 有一个男生蹭过来劝架 那个劝架的同学也被挨了几拳 当时哈里斯就觉得这个男同学还不错 而当时的这个男生 就是现在餐桌下的这个人 这次哈里斯用枪指了指窗户 这名男生在惊魂失破争 从窗户当真逃了出去 捡了一头命 这是什么情况 我想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 相比之下他和杨行海哪一个更为邪恶啊 虽然哈里斯在同学的欺凌下也变成了疯狂暴富的校园枪手 有一颗狂暴的灵魂 但是仿佛他还有一丝丝的良心 这和良心泯灭的杨行海并不一样 这次枪杀导致了17人死亡 24人受伤 一共41人伤亡 这是当时美国校园枪击事件的伤亡记录 也正为因为这一点 这个17岁的少年成为了后来许多校园杀手的偶像 当然一旦有此想法的人都是比较危险的 都是高风险的人物 有一句话说叫不在沉默争爆发 就在沉默争灭亡 而这种人既是在沉默争爆发 也在爆发之后灭亡 因为绝大多数这种暴富 都是自杀性的行为 由此可见 常见的杀人动机是贪婪动机 也称之为掠夺性动机 常见的是表现为 对金钱财务的占有欲望很强 通过暴力方式去获得了 第二种动机是仇恨动机 它更多体现在反应性暴力犯罪当中 在这里我们想一想 家庭暴力是什么动机啊 多数情况下 它是反应性的暴力 由家庭矛盾的累积怨恨导致的 仅有极少数的人会处心积虑的通过婚姻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比如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 或者《尼罗河上的场案》所描写的那一样 处心积虑通过婚姻来达到自己目的 现实当真有没有这样的场案呢 大家可能立刻就能联想到2020年7月初 发生在韩州的杀气案 这是什么犯罪动机啊 这本质上就是略读性动机 当然其中也包括仇恨动机 仅仅因为家庭矛盾 犯罪人许国立就能在家里把自己的妻子给杀了 并花上几个小时去睡尸 可见犯罪人的内心极端的冷酷和邪恶 具有一种叫做冷酷无情的人格特征 你们能想到哪个词 对良心灭灭 就是说你们觉得这很血腥很难以接受 但是对犯罪人来说 并不会觉得有你们认为的那么可怕 这是把他杀掉了 处理了一下尸体而已啊 这正如清除潜见道路上的障碍一样啊 还有呢 比如说职场暴力 现代社会当真也是常见的一种邪恶 其中既有反应性暴力 也有隐蔽的掠夺性犯罪 比如说某个人为了自己的职场利益 而进行暴力伤害 或者比较隐蔽的诬陷陷害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特殊的反应性犯罪 就是情感当中的嫉妒犯罪 它多数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案件中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数据 在2017年的全年当中 全球被杀害的女性大约为8.7万人 其中大约58%的女性 死于关系亲密的伴侣 或者家庭成员之手 有大概有六成 其中34%是被亲密的伴侣 所危害所杀害的 大约3万人 也就是说来自熟人的暴力危害 是大于陌生人的暴力危害的 最后我们平常的观念当中 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陌生人的威胁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而仅仅来自亲密伴侣的威胁 就有三分之一 只曰实施信也 孔子说 隐身男女 人质大悦成烟 他们在暴力犯罪当中 也是一一展现的 这类暴力犯罪 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 反应性暴力人 是热血犯罪人 情绪很激动 不可控制的样子 他在消极情绪的积累 和情绪诱发当中产生 其中有一些诱发性的线索 比如 呜呜的语言 威胁的语言 以及身体上的疼痛 往往是暴力事件的导火索 对于我们来说 不要主动去点燃这个火药桶 那会饮吼烧身的 同时 我们不要做坏情绪控制的人 在一个愤恨的情境当中 你可能很愤恨 摔杯子 骂人 掀桌子 以为情绪发泄出去了 其实那只会使你的情绪 变得更坏 更差 而此时 如果能够自我控制住10秒钟 就哪怕是10秒钟 你就会发现 事情并没有原来 想象的那么糟糕 退一步 可能就是海阔天空 圆开月亮 而掠夺性犯罪人 是内心邪恶的犯罪人 掠夺性犯罪 是精心谋划的人血犯罪 他们很冷静 但是又会处心积虑的 去谋划你 去算计你 我们要警惕那些 处心积虑的坏人 要远离陷阱和诱惑 我们要记住 天上不会掉下线面来 也不会掉面包 因为上面没有这种工厂 掉下来的更可能是什么了 是冰雹 如果一直不其实际的万座天空 很可能会遭遇脚下的陷阱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谢谢大家